迷惑成定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中最弯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不停的长路白红 那他才有忘记啊 再回首 背影你远走 再回首 泪眼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 迷惑成定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中最弯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返着我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返着我 身依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复中最弯 才知道平平淡淡 重重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返着我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返着我 哇 我们这位参赛者啊 那个站姿啊 非常的漂亮啊 没有弯腰驼背这样 谢谢 你一定是常常有运动 对不对 我是教运动的 哪一方面的运动 普拉提 普拉提 那对唱歌有帮助吗 问题是 普拉提很多念气的 嗯 有吧 好 我们现在来进行看 林夏老师有什么话要说 我老早以为是再回首是一位男生出来唱 结果是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出来唱 哇 让我非常的惊奇 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小心翼翼的略带微笑 把这首歌微微的唱出来 那唱的丝丝入扣 而且感情也非常的好 咬字也咬得非常的清晰 你这首歌虽然没有江玉衡的那个穿上感 但是有你自己的风格 我希望再次看到你啊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再回首 他是有江玉衡嘛 理想背景来台湾发展 他在回想家乡 你没有唱到那个感觉 你唱就是气息对 制对 战支对 就唱完了 谢谢 刚才我听到你和主持人交谈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那个力度蛮好的 就是说你的那个气息蛮好的 不过唱歌的时候 整首歌唱得很平很柔 少了那个缸出来了 就是那个层次感不够 有望词又有拍子的问题 对 所以就祝你好运了啊 他一开口我觉得 这位同学的声音蛮好听 也是蛮甜的 咬字也很清楚 我是觉得他的唱法是比较新 可是拉音就比较老 然后呢 然后呢 运动员的气息跟歌唱的气息 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快速呼吸法 所以就是说你的气息是可以 但是还不足 但是我蛮喜欢你的声音 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最后给你一个定心丸 你不用担心啊 我还有可能选你的啊 好 谢谢你 可以到后台休息 谢谢